欢迎收看金融马拉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来继续第二天的上涨 那么今天把当时呢 前两天那么恐慌线下跌那一天 所留下的缺口也一起回补了 好 现在看到大盘今天 开盘是开高走高 好 那今天181点 今天几乎是收最高点了 所以这礼拜只有三个交易日 那礼拜三回来的时候呢 大家非常的惊恐 礼拜三里面新闻的话 写得非常的吓人 包括这个中国版的雷曼事件 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有包括 这个美国的债务上限等等 那礼拜三的时候 大家是非常恐慌 对不对 那礼拜三我也把重点都跟大家说了 那到现在为止的话 就是延续当时所讲的东西 完全没有改变 那我们先来看看 像这次礼拜三那天跌的时候 我跟你说 它是破了半年线没错了 那天很多人说破半年线之后就完了 那我跟你说破半年线没有关系 因为它还是有拉抬力 也就是说 它在恐慌性之中跌破一下没有关系了 那很快就会拉上去 那很多人觉得半信半疑 那我跟你说 那么股市里面它所展现的位置 和它所呈现出来的消息 必须要对照来看 就是说 你是在极度恐慌的情况 这么多利空利空当头的情况之下 它所产生的现象 那个现象里面的话 你就要去注意它低档的支撑 这个东西的话 东西都是相对的 你不能只有看它的一个位置 你必须看是在利多之中形成 或利空之中形成 在利多之中如果形成的话 那表示筹码有问题 对不对 但利空之中形成的话 那你就要看它可能只是假跌破 所以我当时跟你讲说 这个其实完全没关系 它会有拉抬的力道 那么法会加速KD落地 对不对 那这都是在9月22号就是礼拜三 那天是跌很多那天 那那天我就跟你讲的 而且我就跟你说完全不一样 可是差非常多 这完全就是差10万8千里 所以你不要被恐慌性的气氛影响 不然你可能就砍地板上了 对不对 你被这恐慌性气氛影响的话 你就会把它杀在低点了 但是你不需要杀低 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了 那股票里面就是这样了 有时候这个新闻会讲过头 那不一定都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第一时间里面 有些跟大家讲 那完全就不同了 那再来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会厘清 是不是 因为马上就开会了嘛 然后美债已经要延后了嘛 那股市里面其实并不是在 大家其实真的担心的 不是11月或12月 11月或12月都一样 对不对 只是要更确定一点讲出来 讲出来就利空出境 讲出来就利空出境 因为这大家都知道了嘛 所以市场都反映在前面 那反映在前面以后 当它跌下来 等到它要宣布的时候 就利空出境了 不管宣布11月还是12月 都输回利空出境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会往上 美国也是后来忙得涨 是不是 那一天大跌之后 美国后来就开始往上 台股一样涨 是不是 所以重点 你要记得 这都短期的 对不对 短期的不确定因素而已 不确定因素拿掉 也就是笃定就笃定了 对不对 但是产业方向是没变的 资金充沛是更没变的 因为你就算是缩减购债 它其实资金还是非常充沛 它还是很充沛 更何况距离升旗又还涨 是不是 这是礼拜三的时候 指数大跌那一天脚 那昨天后来不是涨了吗 对不对 今天继续上去 来今天181点 有没有 那缺口都补了 是不是 这是礼拜三那一天 对不对 礼拜三那一天留下来的这个缺口 有没有 从这里到这里 有没有 也已经补了 所以我当时就跟你讲说 这是买一点 是不是 那这是一个对称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做头不成 会反成底 这你就要特别注意 对不对 因为它确实就有这个形态 它只差了一个量 对不对 那量的话 今天是廉价 先放价钱 那势必不可能会 马上补量 那当然就是放外价以后再来 但是这个量往上之后的话 它有机会 它不是没有机会 对不对 只是它能不能够一次过这里 对不对 还没有办法马上 对不对 但是它的量补出来之后 这个形态是有可能打成的 所以底也有可能变头 这个头有可能变底 那加上我讲说 利空它会加速它落底 有没有 那就已经交叉了 是不是 所以就刚刚好 这个利空下来以后 把最后的筹码给逼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重点还是在个股 所以我就讲说 接下来的话 第四季的做梦行情 就正式开始了 好 那所以个股的惯性也会变 那么会比较有连续性的股票 其实法人是最积极的 国内法人是最积极 法人是最开始在连续买潮的 对不对 那包括这几天都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们看了第四季 是不是 你现在都已经到第三季底了 下个礼拜 我们放完价回来之后 马上就到月底了 然后再来就第四季 所以现在大家看的都是明年的东西 所以我才说 你必须要更早一点去习惯用明年的数字看 而不是用今年上半年的 今年上半年很快就没有用 你要看的是明年的数字 是不是 那反应也是在看明年的东西 所以明年有很多新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说 这些产业趋势都没有变 所以有梦有数字的会先喷出 好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第四季标五特别多 对不对 第四季标五特别多 因为都在反应接下来的东西 反应不是今年的数字 对不对 反应是明年的新东西 尤其是第四季 如果要开始出会更好 是不是 因为你马上就已经可以确认了 所以那种都很赶快 对不对 所以这行情还是要往上走 倒是礼拜三自己一个很好的买点 对不对 所以这盘其实我们很多可用之兵 是不是 这几天前两天的时候台积电比较弱 对不对 那台积电今天就上来了 来你看它从下跌到现在 都是延五日线 今天是真的转强了 是不是 跨过五日线 那这个缺口也补了 均线也站回去了 是不是 那你看它基本上面 这里已经先站回去了 对不对 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么 这一段到现在为止 它没有上过五日线 这是转强的讯号 对不对 因为最近它新闻比较多 大部分你最近看到都利空 是不是 但是在那些利空里面 不要忘了今年还是正式导入 就是说该做的还是一样在做 该进行的还是在进行 那接下来的优势也还是一样 是不是 竹南厂先进风霜今年要开始导入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它强势的地方还是强势 意思就是说 它该有的利多都没变了 那最近利空被放大 那利空被放大之后 刚好就把底收出来 对不对 台积电的转强 是不是 所以你看它基本上它都这样子上次也是五日线跌 跌了以后一转强就是真正转强讯号 然后上去以后就一段 是不是 那现在下来以后 今天第一次上去了 指标也上来 有没有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可用之冰很多 那盘就不太容易跌 对不对 连电也是一样 有没有 也是一样完全一样的讯号 正式站上去了 对不对 这底要打出来 有没有 往下面交叉 跟上次几乎一样 那其实他们长度都没变 所以你说它其实台股有很多可用之病 是不是 轮流涨 对不对 那全职骨该表态的时候 在今天表态的意义就很大 其实它告诉你说 这波真的洗完了 这波真的洗完了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是因为 恒大的事件 对不对 担心恒大 那恒大的事件 这就已经告诉你 它就是 这已经洗完了 对不对 那个为什么会洗完 因为最恐慌的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过去了 我那天就已经说 它都已经跌了几成了 它已经一口气跌了九成 那也不是今天的新闻 对不对 虽然礼拜三的时候 是大家最恐慌的时候 可是那个事情 已经讲了两个月了 两个月前就发生的时候 你到最后的时候 那是不是地空出境 是不是就最后一根稻草 那下去以后就是全部 有没有 直接就见底 所以我就讲说 那天我就说是低点 对不对 那今天全职骨算悬食了 是 他告诉你说 你觉得这盘要不要涨 很多人说这盘要涨吗 对不对 今天连练台积电就告诉你说 不要忘了还有这一组 不要忘了还有我们的护国神山 还没有动 对不对 还没有发动 对不对 但是都一样没有变 对不对 它的立即一样没有变 明后年大成长也没有变 现在成熟资程一样是大满 还有一大堆车用在后面等 就是联电的部分 是不是 一大堆车用在后面等着都没有订单 没有东西没有没有 不是没有订单没有 没有产能 所以一大堆在后面等着 你成熟资程超级强 那先进资程一样 是不是 台积电他不是拼成熟资程 但是他明年后年成长就笃定 我刚刚第四季还涨价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盘要不要涨 对不对 还有两个在这里 还有我们的护国成长还没动 对不对 动了以后当然电子也要继续动 所以我就说这盘还有得涨 是不是完全不用紧张 只是你要看明年的趋势而已 微风是这波先创新高的 对不对 那么第四季马上就到了 对不对 第四季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准备要亮场 这个礼拜还是先创新高 那创新高震荡一下之后 还是要创新高 那智元那天拉回来说 我跟你讲说拉回是买点 对不对 那天我就跟你讲拉回是买点 是不是 这就是准备要突破的形态不是吗 有没有 你把法人加上去看 是不是 你把法人加上去看就知道 对不对 这一开始的时候基本部位都没走 对不对 埋在这里这里是什么 基本部位 那下来说加码 对不对 昨天又继续加码 这就告诉你准备要突破了 有没有 准备要去过这个高点就是了 为什么要过这个高点 对不对 因为现在要反映明年的东西 反映明年的东西 人家是高速环数的IP 对不对 高速传输IP 高速传输的IP 随便都是三四十倍本义比 那它还差很远吗 是不是 所以它的底型已经打出来了 这就告诉你我准备要突破了 有没有 所以我当时跟你讲 你看前两天拉回来这里 我说是买点 对不对 它就这样拉回来后创新高 拉回来后创新高 有没有 一路洗 对不对 拉回来后创新高 拉回来后再上去 有没有 它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上去 上去后等到突破了以后就这样 就正式伸出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什么高速传输 对不对 8月就已经赚多少钱了 8月就已经快五毛了 对不对 那还是 那个还是在第三季 那还没有到第四季 接下来的高速传输 那我说高速传输也带动很多 对我昨天说 明年的产业里面也不是只有一个 是不是 我们之前讲到这个 对不对 高速传输里面 这个高速传输之所以会起来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市场的需求 对不对 资料量大 然后传输量大 影音的需要也大 对不对 所以Intel也好 AMD也好都要改 对不对 那传输上来的时候 它也不会只有一个 伺服器也会上来 所以伺服器本来 其实伺服器本来就已经订单满手了 它本来就换机槽了 它本来就是要进入一个大换机槽 但偏偏前面长短料 那长短料之后就递延了 但是满手的订单 是不是现在长短料要解决了 那你说满手订单要不要出 对满手订单当然现在开始出啊 而且那本来就是另外一个换机槽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来我们今天看到第四季是爆发性的成长 其实明年成长会更大 对不对 明年成长伺服器也一定更大 是不是 你全部都要换 对不对 你新平台出来会也是都要换 是不是 更何况现在 你资料量大的时候 你高速传输 这些全部都要跟着改 所以我昨天就讲到 对不对 伺服器比重 伺服器比重里面来博制 有没有 昨天早上买博制 不会是收盘的时候涨停 是不是 伺服器七成 的纯度非常高 对不对 非常高 有没有 好 那今天的时候 其实今天早上是差一点涨停 对不对 早上最高到146 对不对 差五毛钱涨停板 是不是 伺服器到七成 然后明年12块钱 对不对 现在本益比超低 所以还有很大空间 所以有时候很多好股票会涨 对不对 因为其实晶蹄站很多 你看Intel跟AMD的新伺服器平台 那为什么说博制他们会涨 对不对 来看看Intel跟AMD 他们的新的这个平台 Intel的平台 那么现在这是灰力 那么明年会有新的EagleStream 好那制成当然是从10奈米到7奈米 PCIe就拉到5 对不对 所以你说高速程度明年动不动 对不对 它还是得动 就是大家都在改 是不是 然后再来的话材料规格也改 对不对 材料的规格 这是跟电竹有关的 对不对 跟里面的东西有关的 那还要再往上面再进化一阶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全部都要改 你从这里上来的时候进化一阶 然后层数也要增加 是不是 你里面伺服器用的伺服器板 从12到16层到16到20层 你又增加4层 所以你这个进阶 这个也进阶 两个都进阶 ASP加很多 对不对 单价会加很多上来 但少数也要加个两三层以上吧 是不是 但是你新的东西出来 你要不要改 你到时候也要弄 所以那么核子是第四季好 明天就更好 对不对 第四季 现在是把机的满手的订单 准备正式要开始出货 那明天又更强 对不对 甚至要改槽换代 改槽换代最有爆发力 因为改槽换代是全改 全部都换 对不对 Intel要改AMD要改 AMD现在是任三后来到任四 是7奈米进到5奈米 有没有 PGI一样从4到5 所以说高速才会来 对不对 因为全部都要变了 那再来也一样 有没有 材料要升级 乘数也要增加 那这个全部都是什么 这就是改槽换代 对不对 你所有的东西 都要往更贵的走 更高阶的走 然后你用的乘数又更多 是不是 为什么乘数更多 是不是 因为我要在一样的面积里面去 做更多的传输 我要用更多更多的线路 所以它基本上就变多 就越来越精密 那ASB也提高 对不对 所以我说明天改槽换代 也不是只有这个 还不是只有一个 还不是只有高速传输 那是一个趋势 那这个里面是带到很多东西 所以资料中心要做 然后你有5G 5G你一定要资料中心的 你那个一定要弄更多 因为它很分散 对不对 它覆盖的地方比较小 所以你就得弄得更多 对不对 所以资料中心里面也是 那资料中心里面是5G 所以你说明年是 其实很多新的东西 这东西要不要反应 是不是 你时间越来越接近第四季 你就是要反应 因为第四季之后 你就开始进入明年 那进入明年之后 你还是得反应 你还是要走到该有的本应比 所以我说基本上面 该往上喷出的股票 还是要喷出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定要保护 好 所以新故事很多了 那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跟大家说 待会再跟大家继续来聊 产业很多新东西 休息一下 待会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сделали 踰文字兵cular ��서 转 plante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定义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这个每年第四季 都新听在最多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会有新的计划 对不对 那我们这么多上市柜公司里面 那每一年的话 大家都会有新的展望 是不是 过去的一年里面上半年 那有一些公司在去年的时候 准备得很好 所以今年上半年大放异彩 对不对 也有一些人是现在开始准备 然后接下来要大放异彩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题材其实是在蛮多的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波里面是 大概投信最聪明 投信的话从一开始就知道 反正我接下来 就是要直接布第四季 有人说坐账行情 那我觉得坐账行情有 但是问题是布局第四季更有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面来说 接下来 现在都到第三季的尾巴 那你接下来就买第四季的尾票 是 那新题材是很多 所以很多人说大同怎么那么强 对不对 昨天涨停 那今天拉回 那拉回又拉尾盘 对不对 其实今年还是创行高 是不是 那一样是转机 对不对 太阳能 是不是 等于进到中美金这边的太阳能的部分 那再来除能 对不对 除能 那还是台电现在的第一个 唯一一个合格的厂商 是不是 唯一的一家 也是台湾第一家 对不对 但是台湾 绿能将来就是要做 对不对 因为都已经在 都已经在进度中 是 接下来的话绿能 今年还不算很多 明年就开始比较多了 对不对 明年后年大后年一路下去 是不是 绿能都要病亡 对不对 所以你拿到全台湾的第一家首家 第一个进去的 对不对 这市场大 所以你说有没有转机 那为什么那么巧 是不是 因为你是低价股 30几块的股票 30几块的股票遇到转机 它当然就会喷出 是不是 因为网上的空间无限 对不对 再来本业也开始赚钱 对不对 再加上又跟工研院合作 进到印度的医疗器材 还有电动巴士 有没有 所以已经有点脱胎换股了 股价当然就是这样 你一定是涨在前面 你涨在一开始转机的时候 有没有 所以其实新题材颇多的 对不对 很多新题材 那新题材你当然就要先把握 我觉得投信是最聪明 这波其实 当然心里最有一把尺的 就是投信 对不对 不会像外资 外资还有一些忽买忽买 不过现在外资也不是非常准 因为现在外资有很多都是 假外资 应该就是说很多是本土的 隔日冲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投信的话 这波反而是 很认真在布地四季的股票 所以都是连续买 是不是 连续在买 因为你看的是接下来 明年的数字 所以我说你现在要习惯用明年来算 是不是 你用明年来算你就知道 对不对 明年你应该要20倍的算一下是多少 应该30倍算一下多少 那现在股价如果还差一大截 它将来就是要到 对不对 而且通常依照以前的经验 都第四季提早就到了 第四季就提早到了 越是新订单动越快 对 越是新东西动越快 越是之前没有的 从无到有动更快 对不对 因为你将来就是要到 是不是 你将来就是得到那个数字 是不是 所以人家会连续买 所以投信赶买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一波 最聪明的就是投信 也是最理性的 没有跟着新闻在起舞 对不对 没有因为这个恒大事件里面 一下子忽多忽空 对不对 虽然我也跟你讲 这本来就 这就是两码事 对很多人会说衍生的效应 对不对 就像当时很多人讲说 这个会有衍生的效应 影响到消费 影响到什么 没错 对那个没有错 但是反应了没有 已经反应了嘛 对股市就是这样 它都走在前面 对不对 它都走在前面 所以 地控你反应 对不对 不确定性一旦消除之后 不是那个不确定性 它们不存在 是那内容已经反应过了嘛 所以它一到了以后 它就地控出境 因为已经跌过了 是 大盘是这样 那个股也是这样 那个股的话 现在就第四季的标股 因为你第四季的标股 你就是会倒嘛 对不对 明年赚多少钱 大家现在要习惯 用明年来看 是不是 你要习惯去看明年的话 预估明年的数字 对不对 新的订单 不是在讲过去旧东西 所以有些股票 那我觉得 反正也是一路买 那买的其实也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上去 对不对 你看这样是一拳 是不是 为什么我说新订单 新题材的标股还很多 AMD的伺服器的均热片 是新订单 这是没有的新订单 从无到有的新订单 还有电动车的新订单 对不对 电动车也是新的 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是不是 那么伺服器加上电动车 你觉得本益比多少 你觉得本益比应该多少 伺服器跟电动车 是是 而且伺服器明年还爆发 明年也是大换机潮 对不对 跟高速传输一样是大换机潮 你基本上成长的话 20以上跑不掉 基本上只要是成长型的 20以上跑不掉 对不对 那好一点就是30 那电动车更是吗 电动车也一样 是很多电动车 其实就是已经停在那里了 它就已经停在20几倍 30倍在那里等 对不对 那这个是新的东西啊 那你觉得应该多少 对 伺服器跟电动车 本益比你少做也要20嘛 对不对 算是比较客气的啦 对不对 那明年的获利好嘛 所以为什么法益要买 是是 现在多少钱 现在六几耶 所以我说很多新故事嘛 你就是会慢慢的去反映这个数字嘛 反映这个看你算20倍还是多少倍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股票是有大空间的 才说一定要把握 那这些空间其实都跟产业有关 讲起来其实都跟产业有关 对 只是你怎么去把握而已嘛 是是 我们这礼拜三个交易日 上礼拜五个交易日 加起来的话 最近这两周其实没几天 大概只有八天而已 八天里面还遇到 大家被很大吓到大跌 对不对 还有遇到那个嘛 还有遇到长假钱也拉回 是是 但是问题是新的股票一样喷 对 而且你说他们其实还是很有逻辑的 对 都是在新的概念里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像是我们永光 从上礼拜进场之后第一根涨停 对不对 第二根涨停 有没有三根涨停 有没有 连续三根涨停之后 创新高震荡一下 然后放我们这样回来 又快要涨停 等于是快要四根涨停了 是不是 这还不包括我们中间还加了一点差价 对不对 那也是获利放口袋 是不是 中间的差价还 又把你多了一个差价 对不对 你差价都不要算也是四个 也是三根涨停 再一根涨停 也是四根涨停 对不对 那昨天的博智也是 对不对 博智 来 比重很高很高 它是非常的纯 来 昨天涨到进场 昨天收涨停 是不是 今天是差一点涨停 有没有 差一点点涨停 没有涨停 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 因为其实到最后也是一样会涨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这都新题材 所以其实你说现在的盘面里面 我觉得它其实还蛮有逻辑的 它就是都往新的走 它就是往明年往上的新族群走 只是发动时间不通 只是这样子而已 还有只是每一档股票里面的空间不太一样 就是插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把它把握好的话 你倒还是可以赚钱了 而且第四季本来就最好赚了 是不是 这句话其实每一年 都八九不离十 都差不多都最好赚了 最好赚不是说指数 对不对 是说个股 尤其是新题材的新订单 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那个是最容易赚的 所以第四季要把握不要过 来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就赶快跟上 那么我们就只有这个假日了 那只有限这个假日会发放而已 昨天也有很多人来问 那我想你还没有拿的朋友的话 就我们就只限这个假日 在这个假日这个周末里面才有 那下礼拜以后就没有了 下礼拜以后当然就没有了 下礼拜就认真赚标股了 是不是 所以想跟上的记得赶快来把握 那我们限量的标股五倍券 就直到这个假日 这个周末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记得赶快把它拿回去 拿上了之后 你就可以下礼拜直接跟上新标股了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见 自然以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